世间人 业长下不掉 特别是富贵人 他的习气不好啊 稍稍不如意就不高兴了 在中国古时候演艺术 富不过三代 为什么 富报消掉了 不善的业报 现在就这个道理 现在这个时代 不是三代 业代都保不了啊 你的富贵能保一代吗 能保到你到死吗 你看很多富贵人家 到晚年了破产了 犯罪了 坐牢了 这些夜市都保不住啊 哪里还有二十三十啊 那么他这个富贵确确确实是可以想很多事的 就是自己在想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 如果心底厚道 心量广大 不要计较别人的是非 看到有别人不对的地方能够宽恕 能够以自己的对性去感化他 这是功德 这是好死性啊 那你是做了好死啊 你有福 你的福消不掉 你这个福消完了 后面你修的又戒上去 有福报想不尽啊 要是心量小 心胸下小 看到不如意就生气 就要骂人 骂人 你要先不服啊 不服就给你结冤仇啊 这个地方 在这地方 没什么呢 就大家互相听 妈妈 要小心 你这个地方 我